好同學我們現在來看到Cooper跟Lansky兩個人所做的實驗 這個在2000年發表的實驗是這樣的 他們主要是要去發現說細菌在特定的環境操作之下 有沒有可能去發生演化適應的效果 因為以往人們比較認為說演化是需要很長的時間 可是同學那是因為早期在演化來講 科學家比較著重在這種大型體型的生物 像人類啊像樹木啊這樣的生物 就變成說你這個世代時間那麼長 那個演化你要怎麼看得出來 畢竟演化不是發生在個體身上 演化是發生在整個族群身上 可是一旦你回到這種像細菌一樣 世代時間非常短的生物 你就可能在很短的時間內經過2萬個3萬個4萬個世代 那就可以重重看到演化的軌跡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兩個人怎麼做實驗 Cooper跟Lansky他們做的實驗是先建立12個細菌的族群 每個族群它總共會有2萬 進行了2萬代的實驗 然後每一個族群總共是3000天 也就是說3000天2萬代 因此算下來大概是多少 每一天經過6個世代 那這6個世代來講也就是說 細菌本身因為它20到30分鐘就複製一次 分裂一次 所以這樣的數率是相當正確的 就是蠻快的 好那接下來大家看一下他們怎麼去做 所謂的培養肌轉換的過程 好它是這樣的就是先把那個已經培養到 譬如說可能4個小時5個小時了 那細菌的數目已經夠多了 它就把它從舊的飾管換到新的飾管當中 那基本上就稀釋多少 稀釋1% 0.1毫升舊的放到9.9毫升新的培養肌當中 那不就是10毫升裡頭有0.1毫升舊的嗎 那就是1%的意思 好這每次換過一次每次換過一次 他們故意給這些細菌一個非常有挑戰性的環境 就是說你只有極低量的葡萄糖 跟生長所需的其他資源 所以它重點是試試看說 你在低量的葡萄糖之下 你有沒有可能演化出一種對葡萄糖這種養分 高度利用的一個品系 好所以它就持續的去養這些細菌 然後經過了3000天 將近多少年了 將近大概八九年的時間 好所以它就發現說 定期取出這個12個族群的樣本 去了解它說 如果把它們同樣放在低濃度環境的 低葡萄糖濃度的環境當中 跟祖先的菌豬去做競爭比較 好它就發現 前五千個世代 它發現這個數率有極速的增長 也就是說 你如果是祖先的大腸桿菌 在這樣的培養肌環境下中的生長數率 當成1.0 那你給它另外一些細菌 特意養在這種培養肌環境下 經過了5000個世代之後 數率大概是原來的1.5倍 然後接下來的那個 累積有益的突變的數率 就開始慢慢的變慢了 你看1.5 然後接下來可能1.65 接下來1.7 然後1.75 大概是這個樣子的狀況 所以它在新環境當中 也就是低濃度 葡萄糖培養肌的環境當中 確實逐漸的特別累積了一些突變 然後讓它可以在這樣的環境下 可以持續的快速的生長 也就是說 將來萬一遇到其他的細菌 剛剛競爭的時候 它也不輸人 你看低濃度 我照樣長得非常的好 欸我搶養分 搶 不一定會搶輸你 這個樣子的意思 好 但是有同學說奇怪 老師前面那麼快 後面這麼慢 是為什麼呢 譬如說你就思考一下嘛 今天在草原上的獵豹跟羚羊 它們兩個是 一個是獵物 一個是獵死者 好那只要一個跑得快 另外一個就要跑得更快 然後就這樣不斷的加速加速加速 可是你要知道 我們的節力組織 肌肉組織是有極限的 生物對體溫的散熱系統 也有極限的 你今天跑得夠快的時候呢 過快的時候 你心臟跳得非常的快 然後再來流速非常的快 血液流速非常的快 然後再來體溫也非常高 再下去就超出你能承受的範圍 所以所有的生物在演化上 如果是這種方向性的選擇 通常都會有它的極限 但至少如果你今天呢 那你說老師要跟同伴比 就是都很快 那哪有什麼差 可是你要知道 大自然的環境 不會只有這一群細菌自己存活 而是可能譬如說 我今天又遇到另外一群細菌 突然間出現跟我競爭 可是怎樣 我上面這一群就是獲勝 下面這一群呢 就是輸了 所以輸的呢 就在天責上被淘汰掉了 OK 所以這種方向性天責有極限 但是沒關係 天責不是這樣子運作的 永遠只跟自己的同伴相遇 他將來說不定 還有其他更有利的特徵 可以藉由隨機的圖片 或基因重組而出現 OK 那我們這部影片就介紹到這 是 好